在國外我們可以看到很早就已經把數位遊戲當成是藝術的一個產業 電玩電影化其實是當代的一個主流 其實台灣把遊戲或是我們把它稱為是數位遊戲這樣的一個產業 納入到數位藝術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是這幾年才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在國外我們可以看到很早就已經把數位遊戲當成是藝術的一個產業 大家談論比較多跟藝術比較相關的一個這個所謂的遊戲的一個類型的話 比如說像2012年左右 風之旅人 那他在思考中如果人類面對一個私語的環境 有一天我跟你完全無法以任何的語言 無法以任何的溝通方式交流的話 你還願意跟我做朋友 你還願意跟我形影不離嗎 所以在遊戲探討了這個很有趣的方式 如果你跟一個線上配對的玩家 你們沒有任何方式能夠溝通能夠對話 但是你們還是願意一起踏上這個旅程的話 最後你會知道那個跟你相伴 這個在天涯中在這個世界上某一處聯絡的到底是誰 我們在談的所謂的跨領域 那這個在返校或是剛才在講風之旅人的這些遊戲作品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他有一個很濃厚的電影感 或是一種文學的詩感 詩性的那種感受 那在這種感受裡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返校裡面把60年代的台灣的一個社會情境融納進去 但是我們在那個視覺影像遊戲設計 人物角色或是說整個場景的一個布置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非常多 都是一種很我們在講的電影裡面的場景設定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這幾年來不僅是這種比較藝術性的遊戲 包括很商業性的遊戲 他們都開始不斷在講跨界 比如說從遊戲跨到視覺藝術的領域 從遊戲跨到了這個所謂新媒體的領域 或是從遊戲跨到電影的領域裡面去 我們看到非常多戰的一個例子 電影電玩畫或電玩電影畫 其實是當代的一個主流 也就是說遊戲透過操作 讓你感覺就像在看一部電影 很多遊戲透過一些運鏡 透過一些視覺設定的方式 如果這個玩家可以從頭到尾都不失手進行遊戲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像一部精彩的動作電影 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像是Uncharted 或是現在的秘境探險 或是古墓奇兵 他們很明顯的透過這種方式 讓整個電玩像電影 那反過來電影也更像電玩了 台灣現代的遊戲絕大多數都是走向這種所謂的indie game 就獨立遊戲的發展 因為可能受限於我們環境或資金的限制 台灣的創作者們或台灣的藝術家 開始注意到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想像 把我們的創意或把我們能力集中在少數 而且具有創造性思考的這樣的藝術氛圍的遊戲上 我很喜歡一塊叫Fresh的遊戲 他在討論說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社會 大家都喜歡低頭滑手機 任何時候都手機不離身 好像被他制約 所以他就想像說如果你可以一天有一段時間不使用手機 那他就能長出一顆樹 這種有點創意也不用耗費太多成本的獨立遊戲 可說是現在台灣創作者的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方向 尤其是新冠主的新經驗 防抖放入 在嗎 在這裏 我們會想像是新冠主的一項 是新冠主的一項